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的是2016年香港青少年数学精英选拔赛的第七题 好那一样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想要先看看 可以先把影片按暂停 好自己来先想过 好图中T型ABCD的面积是2016平方公分 AD等于26公分 BC等于25公分 然后高是24公分 球CD线段多长 好这边呢要跟同学来分享 我们在解数学的几何的图形问题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如果题目当中提到T型 好如果题目当中提到T型 那你要记得它是要做平行线来解题 如果题目当中提到等腰T型 我们是做双高来解题 好什么叫做做平行线来解题呢 好比如说我可以过D点 做一条线平行BC 或者我可以过C点 做一条线平行AD 好那因为呢题目当中所给的高在左边 所以呢避开这一个位置 好那我就过C点 做一条平行线与AD平行 好我就做出了这一条平行线与AD平行 那你说我做出这个平行线以后 那它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呢 好同学我们发现 题目当中所要求的CD线段 对面A1线段就变成跟它一样长了 而左边的AD线段26 这一段它也会是26 好然后紧接着高24 我就可以过C点把这个高给画下来 好这一段就是24 就没有发现 做平行线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好这个叫H 好然后紧接着 我们看着三角形的BCH 斜边是25 一股是24 那请问你另一股多少 是不是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72425 同理左边的三角形的C1H 斜边26 一股24 有没有发现12比13 所以51213 所以这段是10 好所以我就知道了 B1线段等于17 然后呢题目中告诉我什么 好题目中告诉我这个T型的面积是2016平方公分 T型面积怎么算 上底 加下底 好 乘以高 除以2 这个就是T型的面积 好所以我们就把它展开来 2S 加17 好 2跟24约掉 剩下12 好 他告诉我会等于2016 好 然后紧接的我把该约的约掉就可以了 好 所以12跟2016来约 好 这也是1 好 然后再接下来是80 好 所以是6 7 12 9 好 所以是168 好 因此我知道了 2S 等于168减17 所以151 因此X就等于 好 28 16 27 14 好 25 10 25 10 好 所以算出来是75.5 好 这里的单位是用公分 好 你刚刚有做出来吗 好 那也要记得哦 以后呢 如果看到题目当中 给你T型的条件 就是做平行线 等要T型做双高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解题经验 好 一样呢 欢迎大家对于这样的解题 一起来加入讨论 好 今天讲到这边 拜拜